大家好 我是艾迪先生 我們今天要來研究一下 家裡的水龍頭到底是要裝四分的比較好還是裝六分的比較好 那各位可能覺得很奇怪 怎麼會有這種問題 我家的這個水管本來就是配四分的 當然是裝四分的水龍頭 其實不盡然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像我們一般來講這個龍口灣這邊是四分的 這孔徑還蠻大的 那這個四分的講實在話它孔徑也蠻大的 這鎖上去剛剛好 四分配四分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說它裡面的通道是很小的 你這邊很大這邊很大到這邊忽然間變很小 可見你的出水會變得比較小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其實我們 雖然家裡配的是四分管 但是我們可以去買六分的水龍頭 六分水龍頭肯定 鎖不進去嘛 對不對 那沒關係你可以去 買一個這個 四分這邊是六分內牙的 四分外牙的這邊是六分內牙的 你將它 先鎖到這個上面 將這個水龍頭縮成四分牙 然後 再鎖到你的 這個水管上面就OK了 那 由於這個構造啊 它是六分的 所以裡面的一些 結構 一些開口 都比四分的大上許多 因為它本體本來就比較大 所以 才能使用比較大的通道 尤其是我們在焦花的時候 特別需要大水量 那 用這種六分的 是比較適合的 那今天 就為各位講解到這邊 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